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普遍的就是采用冷和热两种截然不同的原理 消除脂肪组织的雕塑力气 达到局部减脂的效果 其中新一代的冷冻减脂 可以把温度降到零下10度 特殊的降温系统 把温度降到负食 新一代是负食 最后一代是负食 负食和负食有差别在哪里 负食它更有效的话 可以让细胞凋亡 在冷冻过程凋亡 自然从我们的淋巴系统 或者是其他的系统 肝脏系统把它排泄掉 所以基本上 这种冷冻减脂的治疗 你的脂肪细胞的数量会减少 医生指出利用低温冻结技术 让脂肪细胞发炎 溶解自然标王 随着新陈代谢排出体外 来达到减少脂肪厚度的目的 标王的脂肪排出体外 也就是脂肪数目减少 与一般的结石减肥 只是缩小脂肪细胞大不同 低温大幅降低了护康率 但冷冻截脂并无法一次见效 因为每个人的脂肪厚度并不一样 耐受度也不同 世界上没有一次见效的东西 一次见效的东西其实就是魔术 虽然是叫非新陆性的 可是我们也是叫它 出传是一种手术 是一个阶段性 我们说阶段性就是说 你需要至少三次 中间间隔可以至少 我们会建议的 间隔是至少一个月 大部分都是在小腹 所以主要是腹部 上腹肚脐以上 还有那个胃口那边 或者是小腹 另外就是腰 还有大腿内外侧 我们叫马鞍 然后另外手臂 手臂的话其实需求是蛮大的 每个人的疗程不尽相同 必须由医生式情况安排 治疗间隔时间至少一到两个月 等待脂肪细胞代谢完全 做完一次疗程 可以减少大约20%到22%的脂肪 若是搭配饮食与运动 可以让效果维持长久 而冷冻减脂 主要针对局部脂肪效果为佳 其实因为它是一个吸盘式的方式 去把局部脂肪囤积比较多的地方 把它吸起来 所以基本上吸盘有办法吸的地方 是可以做的 但有一些地方就没办法吸 那就比较没办法 以前的话其实它只能做一个部位 那现在新的仪器它是有两个探透的 所以可以至少可以同时做两点 在做的过程中 病患会觉得局部麻麻的 冷冷麻麻冰冰凉麻麻的 还好啦 其实那个感觉是还蛮不错的 就是说不是那种很激烈那种感觉 会想让你流泪 可是也不是那种不舒服的感觉 所以我们很多客人或是病患 在做的过程中 都会在那边念书看电视 或做一些其他他想要 在休闲的时间想要做的事情 和冷冻减脂不同 隔空减脂在进行疗程的过程中 不会接触到皮肤 原理是以高频电波磁场方式 加热深层组织 达到破坏脂肪细胞 减少皮下脂肪厚度的效果 不但能够标缩身形 还能够紧致肌肤组织 主要是电磁场 去来做那个 种子的那个效果 就是这样摧毁那个脂肪细胞的效果 那为什么会针对脂肪细胞呢 因为其实每一种细胞它有一个不同的电阻力 电阻力的差别 可以用那个隔空的那个仪器去去侦探到 所以要隔空嘛 所以它是没有任何吸盘 附着在你身上 它其实透过那个空气 就是说 那个原理有一点像是微波炉的那种原理 放在那个盒子里面嘛 去微波那个有水分或有脂肪的地方 做一个处理 所以基本上是还好 是没有什么那个仪器接触到你的皮肤 可是它是温度是不是比较高的 对 所以你会觉得你有暖暖的感觉啦 因为其实我之前有做过 其实感觉就很像是 那时候我是做肚子啊 感觉就喝了一股热的汤在肚子里面 对啊 真的有感觉啦 其实还蛮舒服的 我做到差不多40分钟 30分钟到40分钟左右 不只温度有差别 隔空减脂的疗程 一时建议4到10次为佳 间隔时间也比冷冻减脂短 更有人冷冻减脂和隔空减脂 同时搭配交错进行 因为针对的部位不同 两者加成的效果作用之下 能够更显现出减脂的效果 假如它的脂肪囤积的位置 是比较局部的话 我会建议做冷冻减脂 那假如它是一个整个区块 比如是整个腹部 整个腹部交往 包括腰的话 整个是圆圈形的话 那你就可以做做隔空 那可能我们很多族群 就是说两个都一起做 就是说间隔做 因为我们冷冻减脂它是一个月做一次 隔空的话它其实它是可以 中间可以间隔比较近一点 所以你可以就在冷冻的中间 两个礼拜后做一次隔空 是可以交错一起做 冷冻减脂和隔空减脂 之所以广受青睐 主要是因为不像手术 会有伤口需要复原期 但是医生强调 虽然没有伤口 但有些人皮肤比较敏感 可能在局部会有些微的疼痛感 但是无需过于担心 建议把握疗程后的黄金五天 骨河水让身体加速代谢 尤其是疗程后的48小时 不要喝含有糖分的饮料 不过仍然有少部分的人 不适合进行冷冻减脂 或是隔空减脂 有一小部分族群 它现在有需要做心率调整器的 或是哺乳的族群 就比较不建议 那另外还有是皮肤上面 有开放性的伤口 或是内风湿性 关节炎或皮肤炎的族群 甚至做过骨头手术 像那个人工骨头手术 会比较不建议做 隔空它是用高频电磁波 所以它体内有金属的族群 就比较不建议 就是说人工关节 或是髋关节 做一个人工支架的那种部分 就比较不建议做 还有一种聚焦超音波减脂 也能够进行体调 利用超音波引气 高强度聚焦超音波的热能 破坏脂肌胞 聚焦超音波它是一个用 就像用放大镜 把能量汇聚在一个小点的方式 得到效应 它是汇聚在 比如说在皮肤下方 大约1.3公分的地方 那它中的聚焦是 这1.3公分上下5mm 那它是用扫描的方式 比如说它每一发 会扫描24条线 所以当你实际上被做的感觉 就是你就觉得 好像有东西在皮肤底下 砖过去砖过来 砖过去砖过来 那砖了24条 小穴道之后 这一发就结束了 那算是有感的治疗 为了了解患者的感受 医生亲自体验聚焦超音波减脂的湿打 有些位置完全不会疼痛 有些地方则有逐渐犹豫的针刺感 医生提醒 由于治疗部位需要累积140到180焦耳的能量 才有足够的热能破坏脂肪 有些医生为了节省耗材发出成本 选择以比较少的发出治疗 就必须采用较高能量激发 患者的疼痛感就会很明显 甚至难以忍受 手术时间也是因人而异 每一发它会有24条线 那24条线通常这样走完一发 大概叫一分钟上下的时间 通常看如果是像有的人他比较怕痛 我们可以把它一个格子拆成六发 来灌输这个能量 所以理论上一格快的话 只有三发就三分钟 慢的话六分钟 但还在多一点损耗的时间 所以要看你的治疗区域 所以整个的治疗时间 有时候是会到一个小时 通常我会建议就是医生先做一格一格 然后要相邻的格子 不要跳跃坐 所以他不是说所有的部位同时 好多个医生同时做 医生可以在同一天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部位完成了 那做到下个部位 再做下个部位 医生形容聚焦超音波减脂 实打过程就像蚂蚁在爬 每个人的体质不同 疼痛感也会不同 但他不建议在手术之前实打麻醉 因为局部麻醉 可能会改变局部组织的特性 像是厚度或者是水和电解质的比例 却一直痛绝而引发不必要的风险 不同于冷冻减脂和隔空减脂需要疗程 聚焦超音波减脂号称 只要一次就能够有效果 但仍然需要时间等待 而在过程之中医生提醒 仍然要注意饮食控制和食量运动 硬波巨蛋钩打下去之后 脂肪细胞会被破坏掉 破坏掉之后 在未来的几个礼拜之内 它这些释放出来的 像一些三肝肝脂 或者一些细胞内的物质 慢慢慢慢会被我们淋巴组织带走 然后到肝脏组织去分解掉 这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通常都建议 这个评估时间可能要比较长 12周甚至16周 甚至更久一点都有可能 虽然只要一次就能够享受 但相对的费用也偏高 医生坦言 总计一个费用 每一个发数就要额外购买 还有医生看诊 治疗等等 都是患者要负担的成本 你要注意 可能会引发副作用 如果像我刚刚说的背神经虫这边 手背 这个地方 有的人背神经虫就是比较浅 如果打到可能会有麻痹的现象 还有我刚刚说 如果你抓起来 你的脂肪厚度根本不够 你打下去可能会打到下方肌肉层 甚至有人是打下去 比如说像有些地方打下去是骨骼 那这种聚焦因果 你可以想象成它是一个 就像光线下去 然后遇到骨骼它会反射上来 反射上来有时候就在皮肤表面造成灼伤 这其实有可能发生的 期待过高的人 所以我再强调 这种非轻入式减脂 请把它当成雕塑的最后一理路 最重要的其实还是从饮食控制 还有运动 医生再三强调 饮食控制和运动是享受的不二法门 但若是谈论提高效果 他也直言 抽脂效果是其他非轻入性减脂 所远远不及 事实上还有一种介于抽脂手术 与非轻入性减脂之间的回创方式 就是消脂针 顾名思义 就是用注射方式来达到减脂目的 像这位曾经在脸上 做过四次脂肪移植手术的患者 下巴也做过抽脂 但天气热就会感到肿胀不舒服 后来针对双下巴打了消脂针 觉得恢复比抽脂快多 消脂针这是一个概念 它就是来自于所谓的中胚层的疗法 我们胚胎有所谓的外胚层中胚层 那中胚层就是指我们这些皮肤的脂肪 兼脂细胞 它都是统称叫中胚层 你注射不同种类的药方成分到你的体内 去达成你想要得到的目的 例如说你希望皮肤紧实 你希望消除脂肪 那它的确是一个内化的动作 也就是说它跟所有的非侵入式的 龙脂的机器 还有就是消脂针这个东西也是一样 它并没有把脂肪抽出来 而是你脂肪细胞破裂之后 或是说脂肪细胞膜有受到影响之后 那身体自己去代谢掉 医生表示消脂针只是一个概念 最早从欧洲开始 称之为中胚层疗法 注射各种像是咖啡因之类的东西到体内 希望增进组织的代谢 促进脂肪溶解 美国就从欧洲类似草药材的副方药物 进而改良除化 在全球进行超过20项的临床试验 超过2600个人进入这个临床试验 1600个人接受非可制的治疗 后来发现原来这个药物有效 适合用在小范围脂肪 所谓药物它就会有所谓的安全的浓度 它的剂量的问题 所以目前它的药物仿单上 它一次最多是使用五瓶的剂量 所以的确在美国FDA 它接下来第二个可能会 核准的适应症是所谓的嘴边漏 就是Joel Fat 那这个下额脂肪的话 也是小范围的肌肉 第三个可能会通过的适应症是腹乳 也就是腋下周围的脂肪 这些其实都是属于小范围的脂肪 贝克纸它比较适合的是小范围的脂肪 美国肖脂针是一种医生处方用药 可以直接破坏脂肪细胞膜 让脂肪细胞破裂的药物 医生指出 它的成分是人体原本就有的内生性胆酸之一 去氧胆酸 因此是一种人体可以自己代谢的成分 而药物注射到毒汁时 会造成细胞膜的物理性破坏 使细胞溶解 内生性去氧胆酸是胆固醇代谢的产物 会经由粪便完整排泄 在正常情况下 去氧胆酸的代谢量并不显著 例如说我们做脸部的抽脂好了 我们会把脸部肌肉以上的组织的脂肪的地方 我们叫做前层脂肪 或是脸部肌肉以下的脂肪的组织 我们叫做深层脂肪 例如说我们要做婴儿肥的口内取脂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从口内开口去把脂肪取出来 那为什么不是抽脂就可以呢 那因为它是深层的脂肪 它是一个脸部支撑的脂肪 它是没有办法从浅层这样子抽 你就达到的 那如果是浅层脂肪 我们可以做贝克脂消脂针的治疗 医生强调 美国消脂针注射的层次 是浅层的皮下脂肪层 就脸部和颈部的状况 浅层的皮下脂肪层 是美国消脂针和抽脂手术的作用层次 因此是一样的 深层的皮下脂肪层 位于肌肉之下 往往有很重要的神经和血管相通 因此不管用小指针注射 或是抽脂手术 都是比较难以解决的 和抽脂类似的是 小指针也会有术后肿胀的问题 它有肿胀 它会肿胀是因为说 我们的脂肪细胞有破裂 那你不肿胀的话 就表示你脂肪细胞没有破裂 你是没有效的 肿胀的时间 我们目前的观察大约是一个多礼拜 那它是一定会恢复 那硬块也是非常常见 这个硬块通常不是会凸起来 就像怪物的那种凸起来的状态 影响到你的外观 而且说这个硬块是当您在摸的时候 您会摸得到 其实皮下是有硬块 那这个硬块会随着时间会消失 一般来说我们目前的观察 大约是两个月到三个月的时间 它会越缩越小 然后之后会完全摸不到 消脂症的风险也类似抽脂手术 包括术后肿胀 术后疼痛 甚至是术后的预清等等 还有神经暂时性的麻痹 都有可能发生 但医生表示 严重程度会比抽脂手术来得轻微一点 也因为消脂症无法一次施打 无法出现抽脂手术的明显效果 因此必须要分次治疗 一般原厂的建议是四周可以做一次 它是考量到整个脂肪代谢的速度 但我们临床在实际上在操作的时候 因为我们会观察到病人可能还会有些肿胀或是硬块 当这肿胀跟硬块没有完全消除的时候 我们会建议它会等这个状况完全都消失之后 再进行下一次的治疗 爱美不只是女生的权利 医生发现前来咨询消脂症的患者 男女比例是1比1 远远超过他们的想象 因为对男性患者而言 消脂症不需要特别术后的保养 接受度比较高 医生也提起 如果想要大范围减脂又害怕手术 或是担心麻醉风险 也可以分次使用消脂症来治疗 但是因为非用昂贵并非每个人都能够负担